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室系列 我們就要把焦點 鎖定在英國王室 除了英國王室的故事之外 我們還要告訴您凱特王妃 她先前三度出席 公開場合的時候 都拿這款包包 而這個優雅的情書包 是出自台灣設計師之手 而且這位設計師 還是名門之後 我們有獨家的錄音專訪 先來看 即使遠在地球另外一端 但是台灣民眾 對於這一位創下 擔任君主配偶 最久記錄的菲利普親王 並不陌生 他不僅陪伴著女王 走過73個年頭 更是女王身後 最重要的男人 所謂的身後 是因為妻子是女王 按照禮儀上的要求 菲利普親王 在所有官室活動當中 都要跟在女王的後頭 拉開兩步的距離 而他跟女王之間的愛情故事 以及一生的複雜與矛盾 真的是個long long story 透過影集王冠 還有媒體連日來的報導 我們已經知道 菲利普親王 他也出生於王室 一個希臘 丹麥混血的落難王子 跟伊麗莎白女王 還有遠親的關係 都是維多瑞亞女王的玄孫 眾所周知 女王在13歲的時候 就對帥氣的菲利普一見鍾情 兩個人走過風風俱雨 女王在夫婿臨終的時候 就了解守候身旁讓人動容 如同他的兒子卡爾斯王楚所說的 他的父親是個特別的人 我們就來看他特別的一生 1947年 菲利普首次以未婚夫之姿 和伊麗莎白二世聯媚現身 從這一刻開始 菲利普就注定成為 女王一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年輕帥氣是英國民眾 對菲利普入主王室的第一印象 但這之前 他其實是希臘和丹麥王子 嬰兒時期因為希臘政局 動盪和家人流亡到法國 直到八歲才轉到英國念書 卻也遇見了終身伴侶 1947年11月20號 菲利普在放棄所有希臘和丹麥王室 繼承權後和伊麗莎白二世完婚 為了爭讀這場世紀婚禮 民眾把街道擠得水卸不通 而兩人之後也寫下典範 創下英國史上結婚最久的王室夫妻 妻子貴為女王菲利普也一直扮演好 稱職的王夫角色 甚至在戴安娜王妃戲劇性過世後 都努力協助 威廉王子和哈林王子度過難關 這時菲利普是溫暖的祖父 也是可靠的父親 他曾在演說中贊許自己的孩子 而菲利普過去也給人幽默的形象 因為過去得經常參加活動揭幕 他笑稱自己是揭幕達人 根據統計 他參加過兩萬兩千多次 單獨的公眾活動 發表過五千多場的演說 並贊助領導參與過 七百八十五個團體組織 對公務的盡責程度 讓其他王室成員望塵莫及 2017年菲利普正式退休 但也沒有真的閒下來 除了開始駕駛馬車也照常自己開車 卻在97歲這年闖下大禍 2019年初菲利普開車出車禍翻車 儘管沒有受傷 卻也被迫放棄駕照 同年底菲利普傳出身體不適住院治療 當時他還能自己上車 面容卻憔悴不少 經歷過同年的流亡 二次世界大戰到英國王室的動盪 儘管菲利普只是作為女王的另一半 但他在英國歷史的定位 已經永垂不朽 這幾年來很多觀眾 對於英國王室的認識跟了解 似乎都是來自於Netflix的影集 王冠 而且這一回很多的人 也在臉書上討論說 對於英國女王 還有菲利普親王之間的愛情故事 到底要相信王冠所說的 或者是媒體所報導的呢 好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 請教一下專家 首先要介紹的是 政大國關中心 歐美所的研究員 顏振生老師 楊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 邱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這兩張照片 從年輕到老 對不對 但是這個角度之外 最重要是眼神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眼神還是充滿愛 可以顯示出 他們兩位之間的親密關係 但是菲利普親王 為了這一段婚姻 其實也是有所退讓 還有犧牲的 對不對 因為身為全世界最有名的 贅婿 也就是招贅的女婿 我們來看到 她是1921年 在希臘的柯府島出生的 她放棄什麼 放棄原來的 希臘王位的繼承權 很多人可能會說 希臘王位繼承 好像也沒有什麼 放棄無所謂 但是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之後 她還從英國的皇家海軍中 下來退役 這也算一種犧牲 為什麼 因為她先前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軍官 好 再來看到的是 她放棄了姓氏不說 尤其是她跟伊麗莎白二世 有四個孩子對不對 那麼這四個孩子 後來不能夠跟她姓的時候 她很哀怨說 我就是個可憐蟲 好 身為這樣子的一個 王室職責所在的成員 是不是非常忍所忍的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閻老師 我覺得她伴隨英國大概是史上比較 就是說幾個偉大的女王之一 所以她雖然做了犧牲 但畢竟她為了這一個偉大的女王做犧牲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她的犧牲奉獻 也滿偉大的 我們知道你看二次大戰之後 在這個包括像希臘像 剛才我們其實也可以想想 東歐很多國家這些王室都沒有了 但是英國能夠維持住 我覺得伊麗莎白女王當然功不可沒 就是因為伊麗莎白女王自己的受歡迎程度 我覺得菲利普親王也做了很大的妥協 剛才你講的 她自己的這個海軍的這個生涯 大家都認為說她可以成為一位 很知名的一個海軍的一個領導人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說 她1947年跟伊麗莎白女王結婚之後 沒想到幾年之後她的父親就 這個健康狀況就很快急轉直下 1952年就登基 所以你看才五年的時間 就這小兩口 她就要準備開始變成是 要放其他的志業 然後要開始做這個第一夫婿 變成婦唱婦遂 對 我覺得是滿辛苦的 很多人對於他們的感情 還是有很多的揣測 尤其很多的風風雨雨 但是我覺得照片還是會說話的 如果剛剛那張照片 會覺得說是刻意為之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這兩張照片的對照 也是一樣年輕到老 會發覺他們好像那種 彈笑相識而望 然後相識生肖的這種畫面 那種情感上面 還是非常的融洽的對不對 好 尤其有一點非常有意思的 是菲利普親王 最近在這個太平洋的島國 引起了很大的追悼 是哪一個國家呢 叫做萬納度 大家還記得嗎 曾經是我們的友邦 不過當這個部落 可是稱菲利普親王為山神之職 把他認為是神話英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淋望著菲利普親王的照片 太平洋島國萬納度的原住民 相當癌傷 親王逝世的消息傳開 全村一同悼念他們口中的山神之子 萬納度曾是英法共管殖民地 島上部落從一九六零年代就流傳 菲利普是山神之子 轉世過程中 越洋與一名富裕又有權勢的女性結婚 菲利普一九七四年訪問當地 村民還特別送給他自製的權杖 人類學家認為萬納度原住民 很可能繼續將信仰寄託到菲利普的後代 英國上下醫院分別默哀一分鐘 緬懷親王 威廉和哈利王子也先後發表聲明 向爺爺致敬 不過菲利普四十年老友 傳記作家布蘭德雷斯透露 親王曾說 哈利和梅根接受歐普拉專訪很瘋狂 而且恐怕不會有好事 但如同哈利在聲明中所說 親王是著名的心直口快 威廉王子則說 會很想念爺爺 他和凱特王妃將繼續支持女王 好 有關哈利梅根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來談 不過我們再來看這張經典的畫面 不管菲利普親王是不是山神之子 但是他的幽默感 的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您看這張照片其實是拍攝於2014年 當時女王就是走在長廊走過來 然後照說衛兵在旁邊 他為什麼會突然噗斥一笑 原來大家仔細來看一下 這衛兵是誰 正是菲利普親王 跟女王開了一個小玩笑對不對 不過也覺得實在是太可愛了 這位老先生 好 但是哪一段婚姻沒有風風雨雨 有關親王有婚外情這件事情 一直傳得沸沸揚揚的 好 但是菲利普親王他本人 在1992年 接受獨立報訪問的時候 他自己說了 你有沒有想過過去40年間 我每一個出路的地方 都有大批的警衛跟著 我有什麼辦法來突破 這麼嚴密的這個約束呢 這樣說好像也不無道理對不對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邱老師 這麼長的王室義務跟責任 對於他來講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尤其好像是生活在一個玻璃缸裡面 沒有錯 其實說到這位菲利普親王的話 如果說各位去查 所謂的網路報導就會發現 其實一直都有這種傳聞出現 說這個親王他有很多的密友 甚至還有幫他編成一個名單出來 說他有30個密友 什麼生了24個小孩之類的 這個說法的話 其實在網絡上面真的看到很多 但是說年事真的可能發生嗎 其實就如同像是 菲利普親王自己所講的 其實你想想看一個王室成員 他身邊有這麼多的警衛 這麼多的警察保護 而且重點是英國那邊的情報局 應該眼睛也靈得他們看 因為如果他們身上 有任何的閃失的話 那麼對英國來講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但是說到底 今年是2021年了 這個在這麼多年時間裡面的話 73年間 其實女王跟菲利普親王之間的關係 確實在公開的場合裡面 是非常非常親密的 而且我們也看得到 他們兩個一起接受這個受訪 或者在公開場合裡面的時候 菲利普都很這個稱職的扮演著 他應該扮演那個角色 而且他跟女王之間的那一種 相夫教子這種關係 其實那種家庭和樂的關係 也維持一直非常非常好 所以以這點來看的話 我還滿佩服他的 但是菲利普親王身性幽默 大家都知道 而且女王常被他逗笑 很多的照片都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但是偶爾也會吐嘴 有人說他常常會開一些 不得體的玩笑 所以出現了這個字 親王號稱說這個字 這個英文字是他自己發明的 對 但是不可考 什麼意思 老是說錯話的才華 好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好了 好 當時這個英文女王的 加冕典禮之後 他居然問女王說 你這個帽子從哪裡弄來的 其實他指的是王冠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1986年出訪中國的時候 他跟英國留學生說 你在這裡待久的話 會變成瞇瞇眼喔 注意喔 這個現在一定會說是 入華言論對不對 1994年 對開曼群島的富裕人家說 你們不都是海盜的後代嗎 這算是一種指控 所以大家都說了 還好他生長在那時候 網路不發達的時代 現在早就被網友出征了 對不對 楊老師 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說他 有話直說也是滿可愛的地方 當然他像對英國的留學生 講的這句話 其實在美國 我們也常常看到美國人 對亞裔會做這樣的比喻 譬如說他說這個 Chinese Japanese 就講眼睛 中國是往上的瞇瞇眼 日本是往下的 那我覺得這一種 大概現在是非常 就是政治不正確 但是以他們那個年代來講 他們可能覺得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既定印象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 他就是說現在來講是不行的 但是30年前 30多年 可能還好 那另外像開曼群島 我覺得確實可能就是 這就是一個發不易之財的地方 所以他講你們是不是海盜的後裔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錯 他也是講實話實說 實話實說 對 所以有沒有需要女王 去幫他收拾善後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說是今天 在一個很正式的外交場合 譬如說假使他今天跟女王在一起 跟其他國家的元首一起 那我覺得他講話要稍微注意一點 可是如果是他比較一個人 面對群眾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還好 反而是展現親和力對不對 好 但是親王一身整體來講的話 對於英國王室的貢獻 還是不得抹煞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葬禮 會在哪裡舉行 其實就是這個底圖 這個教堂叫做聖喬治教堂 是在溫莎堡隆重舉行 而且我們知道英國皇室 是有葬禮代號的 那麼這一次 菲律普親王的代號叫做 福斯喬行動 那麼像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叫倫敦喬行動 其實他們很早就開始準備了 因為這麼大的事情 他不能夠到時候突然倉促為之 好 至於女王的父親 也就是喬治六世 她是叫做海德公園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叫福斯喬行動 其實福斯喬本身 它是一個世界遺產 位於蘇格蘭對不對 2015年7月的時候列入事宜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親王 他是愛丁堡公爵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顯示出 他跟蘇格蘭之間的淵源 當然這個橋就是在愛丁堡附近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當然就是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 親王以前也是在蘇格蘭讀書的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你找這座橋 一百多年 完全是當時工程師能夠 用人的力量來造出來的 不容易的一個橋 最重要還是因為我覺得 親王本身是一個對機械非常熟悉的 他很喜歡搞機械的 所以他在當海軍 他可以拆東西 做東西 是一個就Hands on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一點也反映到他 這個基本的一個訓練 其實這座橋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就是他其實幾幾乎乎 象徵著整個英國工業革命 巔峰的代表作對不對 19世紀末期的時候 是 好 不過另外一點就是 這一次所舉辦葬禮的叫做 聖喬治教堂也很有名 而且聖喬治 據說是白馬王子的原型嗎 有關這個故事 是不是請邱老師來告訴我們 事實上我們這一次知道說 這次菲利古親王 他舉行葬禮的地點 就在這個溫紗堡裡面的 叫做聖喬治教堂 或聖喬治禮拜堂 聖喬治這個人物的話 其實如果說各位看英國史 就會知道 其實聖喬治事實上就是 英國皇室的守護聖人之一 而且重點是 這位聖喬治的話 其實在整個歷史裡面 還算滿有趣的人物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根據早期的記載 聖喬治他事實上是在 古羅馬帝國時期的 一個祭兵指揮官 後來他改進紀錄 當然他後來死掉了 但是重點是 就在他改信紀錄教的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到處行俠仗義 而他最有名的一個事蹟 就是他在亞美尼亞這個地方 看到一個可愛的少女 被一隻惡龍所綁架 後來這個聖喬治人 就騎著白馬 然後跟惡龍搏鬥 然後最後把這個少女 給拯救回家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 聖喬治屠龍的故事 所以屠龍勇士是誰 就是聖喬治 而且這個故事更有趣的 這個地方在哪兒知道嗎 就在於說 聖喬治不但是未來的 英國的皇室的守護聖人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常常聽他講 白馬王子 白馬王子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王子一定得騎白馬 不是黑馬 灰馬 或是花馬之類的 其實故事的來源 就來自於這個 聖喬治屠龍的故事 因為那一天 他就騎的是白馬 而且拯救了可愛的少女回家 好 就如同這個插圖 所畫的一樣對不對 真的被白馬王子給拯救了 不過我們都知道 菲律普親王他一生顛沛流離 雖然貴為王子 不過他在年少的時候 其實機機呼呼沒有受到 母愛的呵護 他母親是誰呢 希臘的愛麗絲公主 其實愛麗絲公主 一生也非常的傳奇 直到他晚年的時候 才跟兒子大和結 有關於這段故事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在年少年